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6月29号周三 美股尚未开盘 今天我们晚了一点点开始直播 刚刚有一些Zoom这个房间开启的小意外 但没任何问题 现在画面声音都顺畅 我们直接进入到本次的搬车计划 简单的门的声明 如果大家选择记忆观看 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那这边呢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问答这里提出 那我们昨天讲到市场 四小时有一点点超买 就要小心了 四小时的超买 然后马上就下来了 然后马上就下来了 一个小双顶的形态 但是下降趋势当中 今年一路过来只要四小时超买 最终的结果都不太好 要小心 目前四小时来到蓝线位置是受阻 四小时如果出现超卖的话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买入的时机 目前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日线级别打开更大的空间 不排除这里还有向上的机会走这样的一个ABC 对吧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完全有可能 但是要走一个五浪的上涨 我觉得目前市场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 但走一个三浪的ABC 我觉得是可以的 结合周期图来看 这边大盘可能接下来几天到下周 这个上涨的周期就告一段落了 所以如果要大盘要继续反弹的话 留给大盘继续反弹的时间 其实并不多了 但是我们也说到 马上下周 是美国国庆节July 4 7月4号 7月4号前后往往是季节性 最强的那么几周之一 所以这边我们也不过 不不不轻易的去过分的看跌美股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性的强势周期的情况下 那我们看今天也会有些央行的事件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还有欧洲央行主席 还有英国央行主席贝利都会讲话 今天 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新意吧 但是看看对美元 以及各大交易品种的影响是如何的 那我觉得鲍威尔的讲话 基本上市场已经price in了不少了 就是不付一切代价的去 把通胀降下来 具体怎么做他也没说 但是感觉他是有很多武器的 但是这个武器一旦用了 还是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的 市场是有很高的预期 在接下来一次会议会加息75个基点 甚至有一定的概率会加息 100个基点 那这个就麻烦了 这个就麻烦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市场可能还会有负面的反应 但如果说加息75个基点属于符合市场预期的话 市场可能不会跌 对吧 说不定还能涨一点 如果加息50个基点 which I think it's very impossible 那市场可能会暴涨 但下一个月也就是7月底 会有一次加息的事件 目前市场是预计加息75个基点 对吧 加息100个基点 我觉得有点难 有点 就加息50个基点有点难 对吧 有可能加息100 有可能加息75 加息100的话 市场可能会有些负面的反应 同时明天的话 我们看到市场还有一个重要事件 就是通胀相关的数据 我们看今天早上这个数据出来了 昨天的一连串的经济数字 包括周一的还行吧 今天早上的GDP确实蛮难受的 减去这个通胀的话 GDP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通胀对这个整体来说 影响是很负面的 尤其是对经济对消费 然后包括周四 我们看这有大量的通胀相关的数据 8点半 personal income personal spending 那你有通胀 但是你的income没有增加 那你的购买力就会减少 自然就会影响personal spending 那price 核心price跟总price这里的变化 也可能会有比较高的预期 那只要符合预期 不跟预期有太大出入的话 我觉得一切可能都好说 一切可能都好说 那这是明天可能潜在一些事件性的影响 但我觉得这些事件性的影响 基本上已经是price in了不少了 所以我不期待说市场会有太大的负面的动静 这是一个 另外我可能也不太期待市场可能会有太多积极的表现 更多可能是个股的板块的行情吧 我们看到最近一周板块是表现不错的 今天板块也还行吧 我们看至少是有领头的板块 或者说领头的industry 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说过牛市或是持续上涨的这个市场 是需要板块的轮动的 当我们每天看到有绝大多数的板块参与进来的时候 那这其实是一个好事啊 哪怕说这个板块不是说很大的权重性的板块 带不动大盘也好 但这至少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前兆 积极的一个前兆 另外同时我们最近也讲到一点 大家可能也有注意到了 就是非美货币啊 除了美元以外的货币品种在做双底啊 那这些形态上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大的指引 的指引就是对全世界资产价格的反弹 对吧 当然这个说不定要等到加息前后了啊 7月底前后 我感觉7月份还是很多事件的 7月4号国庆 对吧 7月15号拜登访问 欧派这些可能都是前后都会有些反应 包括7月底的加息 甚至可能7月份也会进入到财报季啊 旺季 那这些其实都是会对市场有些 有些这个波动性的影响的啊 那么今天盘前货车联盟往上冲 那这也是中概股吧 中概股一个一个的补上去啊 涨幅榜上今天没什么 跌幅榜上今天稍微多一点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玩意儿啊 逼逼逼外啊 真的是出乎意外的又往下跌了啊 我觉得这只股票基本上就是拿着等于是博弈了啊 博他会收购了 万一他能收购呢 可以万一不收购 那够员啊 那够员啊 市值排列来看 今天早上大市值的股票基本上都没怎么动 除了蔚来汽车有新闻以外 呃 这边涨涨涨浮榜上面也是中概啊 但其他我们看到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动静啊 市场感觉还是静候三大央行巨首 同时也静候周四的通胀数据啊 当然我觉得这个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偏猪的对吧 也就是不是牛也不熊的啊 就像猪一样懒得不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 但是像这样的市场下面 我觉得板块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分化 也就是有些板块可能会涨 有些板块可能跌个股的选择比较重要 包括板块的选择比较重要啊 本周财报呃 我们也讲了很多关注的对象 这边就不多再提了 情绪方面的话 目前情绪也是还在fair 靠近extreme fair American individual investor 这个是明天会有更新 到时候看看会怎么样啊 那我觉得这个数据很关键 上周是很极端的负面数据 看这周会不会有改变 没有的话 我觉得市场可能还是倾向于 情绪上的反弹偏多一点点啊 情绪上的反弹偏多一点点 另外我们说到 这边 中盖啊 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是绝对的强势 是吧 绝对的强势啊 从performer来看啊 year to day 很多中盖 year to day 依然是大跌的啊 performer half year 其实还有很多中盖是大跌的 但是按照performer per week per month来看啊 可以看到这些中盖 这一个月内是涨了多少 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之夸张的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涨幅 对吧 这一个月内涨了多少啊 甚至DQ这支股票 我们几次提起 短短的一个月多一点点时间就已经翻倍了 太凶了 对吧 太凶了 那我觉得中盖这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啊 期待大家继续的去挖掘 甚至如果大家要做指数的话啊 这边我们最近也提到了 不要去追高了 今天中盖是 这个上证啊 护身300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 那这一根bar啊 是放量的 所以大家小心一点点 包括港股这边也是啊 今天有些权重股市开始 迅速的拉升在尾牌 然后最后跌下来 那我觉得这个是阻力上的一些动作吧 包括港股这里有阻力 然后呢 上证这里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颈线的阻力 但是我说过这个阻力呢 只是跑一个龙套啊 最终这个阻力还是会过去的 只是可能这里需要回踩一下 不排除可能会来到330甚至3325 甚至往更低位置走 越跌越好啊 这里对应的ETF的话 KWAB以及两倍的CWAB 都是选择的标的物 然后喜欢期权的话 像FXI啊 还有ASHR啊 那有一个 China ETF应该叫MS MCHI吧 这个 这个也是IQ的China ETF的 这个好像期权流动性一般般啊 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三倍看涨 中概的是硬 这些ETF感性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然后除此以外的话 我们看到市场目前啊 很多板块都暂时的萎靡下来了 但唯一有一个idea 我觉得不变的还是风高做空 高估值的依然还是要跌的啊 这就是一个杀估值去泡沫的一个过程 无论是美联储也好 还是通胀也好 这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啊 那利率回归常规化 那你的估值就得下来 SRK 我们说过60块钱以下 65块钱以下 5856 非常好的价格啊 那这边瞬间下来 顺便上去有3块钱 4块钱了 那希望这一波能够起稳吧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没有上车的还可以考虑上车 那如果没机会的话 这边可能蹭蹭蹭往上涨一下 然后呢 4小时这边大盘会不会出现一个超卖的信号 然后大盘可能会有更强烈的反弹 还是说反弹继续往下跌 然后同时周期图这边日线图周期 也可以观察一下 到时候对市场的影响会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看到日线级别的周期图 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这边的下跌反弹 然后下跌继续反弹 对吧 然后每次周期图向上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偏绿色有反弹 或者说在上涨的一个周期 下跌的时候红色的一个周期 日线级的周期还是有比较有参考性的 那我觉得这边这个周期图 马上可能也快到顶了 对吧 快到顶了 要小心一点 要小心一点 好 这边最后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吧 那我觉得每天 其实我们讲的思路都非常清晰的 因为当下这个市场呢 说真的机会并没有这么多 因为很多个股的机会啊都受到市场的影响 板块的机会也不太明确 要分两大板块 一个是跟通胀相关的 一个是跟通胀没关的 那这两个目前我们看到是此起彼伏的 没有什么太强的一个规律性 但是开年可以看到 抗通胀的玩意儿是长得比较好的 当然抗通胀的玩意儿就红利过去之后 现在全部都跌回来了 大宗商品里面最近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但我一直在关注原油的走势 还有黄金白银等大品种的走势 我觉得有色金属这边其实是比较负面的 大家要小心一点点啊 尤其像钢铁铜这些对吧 工业级别的金属 然后这些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库存 包括还有通胀的影响啊 实体经济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的啊 非常非常难做的 这边我看到同学有问到中国的问题 对中国现在实体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啊 因为欧美的经济不好通胀很大 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制造业啊工业类的 那这个就只能鼓励发展别的东西了啊 直播带货 但人们手中又没有钱 那只能搞金融了 对吧 搞金融搞虚的 搞虚的呢 就是把股市炒上去啊 这样大家手中可能都会有点钱 表面上有点钱 然后呢愿意把钱花出去啊 然后房子也不能跌 对吧 啊 这个是很复杂 但我期待中国下半年可能会有重磅出击啊 的经济策略 经济的政策 呃 目前是什么 我还不知道 对吧 啊 但我觉得应该会有 要不然这个压力会比较大啊 这头上的乌纱帽可能不保啊 呃 原油现金指标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当然就当我瞎说了 好吧 刚刚那个就当我瞎说啊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一个感觉而已啊 往往不准啊 呃 另外我们看42倍原油 呃 42倍的这个 呃 这个汽油价格减去一桶原油价格 目前还是高高在上 嗯 跟原油价格形成一个相互的呼应吧 所以原油价格这边也不看跌啊 咱们暂时也不看跌原油 对吧 暂时不看跌原油啊 那看看大盘这边 四小时能不能出现超慢 日线级别其实一直是底背离的啊 那不错 对吧 那不错 改打开更大的空间啊 看大家问题 想问一下老师 今天看到中国部分地区银行无法提款 我不知道哪里看到的 那肯定是 一些乱七八糟的消息啊 中国成为下一个黑天和金融风暴中心 那我觉得这应该是扯淡吧 这应该是扯淡了 那怎么解释四小时超买超卖底背离 超买超买很简单 超买就金黄色嘛 超卖的话就是深红色 底背离的话是价格往下走 但是呢动能线往上 然后或者说呢顶背离的话 就是价格往上走动能线往下 就是顶背离 divergent divergent 请问美元的弱强弱会影响中概股 会对美元的强弱会影响中概股 确实会啊 但是美元可能短期也是到了一个头了 但不代表美元会跌啊 只是美元可能会赖在这里不动 就跟通胀一样 就跟国债利率一样 可能就跟美股也是一样的 赖在这里不动 它不一定要跌多少 也不一定要涨多少 它可以横在这里啊 所以一个品种 它不一定说一定是除了涨就是跌 除了跌就是涨 它可以横盘吧 对吧 有些品种它的特性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啊 但美元往往走强对中概是有负面影响的 但我觉得当下这个时期啊 个别品种它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阶段啊 虽然说往往是会有影响 但是不一定每一个时间段都会因为这个影响 而阻止它个别的行情啊 那我觉得中国这边是比较特别的 钱没有办法了 只能流入到美股啊 只能流入到中国 只能流入到中国啊 到期DQ能不能再追 那就不要追了吧啊 这边我都快要出了 对吧 已经翻倍了 都已经喊出了啊 inflation对房地产的影响非常的大啊 非常的大 直接影响了人们手中的购买力啊 然后包括这边房产的库存也很高 木材价格也下低 没有人呃愿意买房子了 也没有人有钱买房子了 对吧 但是卖房子的人还是有的 然后建材建商这边都比较麻烦 对吧 因为库存很高 那你建的房子估计也没人买啊 所以对房地产市场是有负面的影响了啊 尤其是利率走高 这个其实呢 对人们来说买房子就不划算了嘛 啊 是不是 二十大钱中国股票可以拿吗 二十大这个我倒没有去关注啊 但中概 我觉得是我个人是比较看好的 后半年啊 拜登降关税没戏了 拜登降关税 这个好像没有跟踪到啊 中美之间关系总是迫近重远 对吧 十二好十二坏 但是 就像两夫妻一样 床头炒完床尾和啊 超买超卖 其实指标是KD线 不是 是比较特殊的线啊 比较输的线啊 啊 然后蔚来汽车的报告怎么看 蔚来汽车的报告 好像是做空报告对吧 但是蔚来汽车向来就比较高估 所以蔚来汽车我就不是首选 如果要选的话 还是选理想汽车 或者是小鹏吧 这两个 我觉得小鹏 我个人其实可能更偏向于喜欢一点点 那当然理想汽车赚钱能力更强 小鹏汽车可能是折中的一个选择吧 现在啊 好 看到了 看到您的这个加入了 对 也感谢您支持我们学院的一些学院计划啊 拼多多 现在要不要做短拆 短拆的意思是短线吗 我觉得要先 这好就收吧啊 这一波 我说的中概是逢低吸纳啊 但是如果在涨了这么多情况下 你短期你可以看看 如果说你是三十块钱买的 先不要说二十块钱 对吧 三十多块钱买的 这个已经翻倍了啊 已经是翻倍了 三十多块钱买的 到了七十块钱 那翻倍没有 翻倍了啊 那翻倍你要不出一点 对吧 要不出一点 对吧 要不出一点 数字货币的话 这边我还是短期 还是看空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转机 暂时啊 英伟达也是看空 我们英伟达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坚定看空的 对吧 估值的问题 还有AMD也是一样啊 如果做空的话 那应该是有赚钱 房地产指数 目前还要做底的话 可能需要再等一等啊 需要时间 分析官网有教学影片 讲四小时超买 没有 没有其实很简单 刚刚我也讲清楚了 金色的话就是超买 然后呢 红色的话就是超卖啊 四小时 当然日线级别四小时 这两个用的比较多啊 用的比较多 芯片股昨天暴跌 后市还看反 他们芯片股从来 这段时间我们都没有在看打芯片股 对吧 芯片股普遍的估值的问题啊 所以芯片股不要去抄底 不要去抄底 当然我觉得芯片股也不要集体去做空 找一些个别股票做空就可以了 AMD啊 英伟达这些我们每天都是说做空的 对吧 很高做空啊 反正你找个位置做空就完了 对吧 找个阻力位置你觉得可以的 对吧 都是往下走 都是往下走 那可能也快轮到特斯拉了 对啊 我们看到特斯拉可能这600块钱还没破 是不是要破一下啊 如果特斯拉要往下破的话 那估计这个美股压力还是很大的啊 那看样子 这个7月份啊 这个国庆前后 美股可能会强挺一下 但最后会不会继续在这里往下压走一个双底啊 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我们看之前的话市场好像是有过这么一个动作啊 应该在这里吧 走过这么一个就反弹了几天 然后下来走了一个双底 甚至破了这个低点再拉回去 当时市场也是处于在一个日线级别接近超卖的位置 严重超卖的位置 但动能并没有转起来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反弹上去 然后就花下来 然后再做了一个低点 然后最后才出现了一个三五百点的反弹啊 那这边也是一样 做了一个双底 再做一个更大的反弹 那我们看到要出现大的或持续的反弹 这里日线级别 需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需要多次的测试扎实的底部啊 那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好几次测试 总共有三大次吧 当中细分下来 其实有好几天的测试啊 这里有两次 两天的测试 包括这里的话 可能只有一天两天的测试 那这里不能算是一个双底 那如果这里有一个双底的形态 洗下去再拉回来 那我觉得可以反弹的更远啊 这里可能日线级别 可能会再往下走 出现一个更明显的底背离 然后再上去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对吧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台积电这个问题 我们说了很多了啊 今天可以看到 哪里可以看到今天的我 可以在美股实战学院的 YouTube频道上看到我们的录播啊 台积电 还是得这个 给大家说一下啊 台积电 台湾问题不解决啊 台湾台海局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台积电就是不能碰的股票啊 这个需要石头落地 对吧 特拉提亚在不断做底部的股票 我觉得不错 可以关注起来 做长线的布局吧啊 特拉提亚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从基本面来讲 未来的业务成长估值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图形上来说 我觉得都有值得关注的意义啊 可以看一看 对吧 可以看一看啊 可以看一看 特拉提亚 可以做更长远的观众啊 好 那大家今天如果来的晚的时间对不上的 那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可能时间开的晚了一点点啊 因为一些意外的原因 那大家可以上美股实战学院的YouTube频道上 可以去回看 那今天先这样子 祝大家一个愉快的交易日啊 那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有三大央行巨首 对吧 明天早上盘前还有CPI 不是CPI 是PEC 对吧 那这个 明天又可以有东西跟大家分享了啊 那明天我们再见 感谢大家 until next time tragram and stay powerful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信息 可以拨打Firstrade的各部专线 电子邮件 以及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strade 很高一985 服务华人30多年老百元件商 真正意义的美国件商 那我们明天早上 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